好下面呢我们进入这个第三章第二小节 叫洛毕达法则 那么这个地方呢又是我们这个球极限的一个重要的法则 重要的公式就是通过球导的原理 那你想一想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到这个第三章第二小节 我们这要前前后后是不是讲了很多球极限的方法呀 在我在那个导学课中也说到了 我们这本书它的讲的时候呢就是球极限的方法 是零散的分布在了各个章节 那没有办法我们刚开始用教材来复习 那也只能这样走 等大家把教材复习完 你一定要做个总结 球极限那整本书来看到底有哪些方法 有哪些提醒要做个归纳总结 好那我们来学习这个第二小节关于洛毕达法则 这个法则呢我们同学应该很熟悉了 大学天天用 干什么 那打开书就是这个翻到132页 第二节洛毕达法则 法则在133页有定理一和134页 定理二两个定理 这两个定理呢我们只挑其中一个定理来说 其实都一样 说X趋向于A时 如果小F和大F 答都趋向于零或无情 保证我们所求的极限是一种零比零 或者是无穷大 是不比上无穷大呀 零比零 无穷比无穷 那第二个条件 在点A的去心领域内 导数都要有 且导数不是零 第三计划 求导后的极限存在或者为无穷大 那么在这三个条件下立即有一个重要结论 什么结论 是不是原来的极限和求导后的极限相等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我们复习一个法则 复习一个公式 是不是应该这样复习 大家应该先把这个法则 或者这个公式的条件搞清楚 先有条件 是不是再有结论呀 你不能老是记结论 我们同学怎么记 零比零怎么办 上下求导 落比达 注意这句话太武断了 那不能这样说呀 零比零 就一定能落比达吗 不行 零比零只是什么 零比零只是第一个条件 还有什么呀 还有第二个条件和第三个条件 对不对 那第三个条件叫什么 是不是叫求导后的极限有呀 求导后的极限有 或者说无穷大 是不是这个条件满足 才会说 这个有 有爱来的极限 等于求导后的极限吧 事实上 条件二 都是多余的 可以不要 为什么不要呢 只要条件三成立 条件二肯定成立 就是三对 只要三满足 二必满足 所以你翻一翻 有些的书上 罗密达法则 只写两个条件 条件一 零比零 条件二 求导后存在 或者为无穷大 就有这个结论 为什么这个地方 条件三有 条件他就有呢 大家想哈 如果这个求导后的极限 叫F1 比上谁 大F1 如果它等于A存在 告诉我 它存在就相当于什么 被定义 它有极限 意思是不是讲 我跟A的差距 能够任意小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 当然是什么时候 当然是指的 X趋向于A时 对不对 是不是讲 X趋向于A时 我俩的差距 能够足够小吧 那么大家想 X趋向于A 指的是哪些X呢 指的是不是 以A为中心 然后呢 往两边取 这是A减Δ 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A加Δ 干什么 把A点滑掉 是不是这两边的点 对不对 这两边的点就是谁啊 这两边我加粗的点 不就是X 趋向于A的X吗 那你想一想 我的极限为A 就隐含着 我们减A 比一不行中还要小 那你想一想 那是哪些点的函数值 是不是这个A两边的函数值呀 那你想一想 这个不等是要想有 说明 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这一堆东西 是不是在这两边得存在吧 是不是得存在 你都不存在 你怎么去检疫 对不对 所以你发现 只要条件三有 是不是条件二肯定成立 对不对 你想嘛 我俩首先得在这两边得存在 一个分式要想存在 是不是分子分母都存在 那不是个道理吗 是不是分子分母都存在 而且什么 而且分母不能是零 显然的呀 对不对 所以你记住哈 勒比达法则 其实条件二不用管 只要条件三 求导后有极限 条件二自动成立 你求导后有极限 就表明我在这两边 首先得能够都存在 我要想都存在 就得保证分子分母都要存在 且分母不是零 对不对 好 这是我说的一点延伸哈 所以我们以后将来 复习洛比达法则 我们就这样来研究 你可以认为 这个两个条件 也可以认为是三个条件 说清楚了 好 来 继续往下走 好 如今我们懂了 是两个条件下 有这个结论 大家再看 这个法则 到底是怎么用呢 他是不是讲的 求导后存在 推什么 是不是推原来的存在 是不是这样去写 哦 应该是这样去表述 这样去看哈 他应该是由 右边 推什么 是不是推左边 大家想对不对 怎么推呢 如果你存在 是不是赶紧推你存在 如果你是无穷大 是不是赶紧推 你也是无穷大吧 这没有问题吧 这不是告诉你的吗 哦 求导后有 是不是原来的也有呀 大家想一想 这个法则 我们有个误区 我们同学一般怎么用呢 一般是这样用的 这样用是错的 你不能说 不能说什么呢 不能说他存在 推他存在 不能说他无穷 推他是无穷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不能这样用啊 他是由求导后如何 是不是推原来的如何呀 对不对 你不能说原来的如何 推求导后的如何呀 对吧 这个逻辑得搞清楚 是求导后怎么样 推原来的怎么样 对不对 那你比如 什么叫由求导后推原来的 什么叫由原来的 不能推求导后的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供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看看 大家把书翻到 137页 习题3-2 习题3-2有个第二题 我们找到哈 第二题 就是这个机械 叫X趋向于无穷大 X加3X 再出个X 首先我们看 这个机械 X趋向于无穷大 X加个3X 再出个X 好 我们拿到手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典型的 无穷比无穷了吧 无穷比无穷 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想着一次洛比达 好吧 洛比达分子分母 上面求导是谁 1加Cos 下面求导是1 不要了 那你发现 这个求导后的极限干什么 它显然不存在 它怎么会存在呢 不存在呀 因为Cos 有无穷大 怎么呀 是不是Cos 有无穷大 没有极限呀 好 它不存在 所以说什么 所以它就下结论 是不是我原来的极限 也不存在吧 这就是洛比达法则 保证的 求导后没有 所以它下结论 原来也没有 原来的极限 真的没有极限吗 我们看一下哈 而原极限 X的趋向于无穷大 叫X加3X 再出X 它等于谁呢 Limit X的趋向于无穷大 是不是写作1 再加个谁 是不是X分之1 再来个谁呀 是不是来个3X呀 这平均等于几 它等于1 存在 为什么存在 告诉我 这一项是不是无穷小 因为X的趋向于无穷大嘛 无穷小 这一项呢 它有界 那么无穷小 成有界 还是无穷小 人家等于1 是存在的呀 对吧 这个极限等于1的呀 你怎么说不存在呀 那你发现 同样一个极限 为什么按照 无穷小 成有界 答案是1 是存在 可是按照 洛毕达法则 得出不存在结论呢 显然 谁有问题啊 显然这个题 洛毕达法则的做法 是错的 哪里错了呢 大家看 洛毕达法则 是怎么说的 洛毕达法则 是不是说 求导后如果存在 推原来的存在吧 对不对 或者求导后为无穷大 是不是推原来的为无穷大 你告诉我 现在你这个题 这一项 是不是求导后的 对吧 这一项是求导后的极限 它是求导后的 告诉我 它存不存在 你这个求导后 你这个求导后的极限 大家看看 你这个求导后的极限 第一 是不为A 不存在 对吧 其次 是不是无穷 不是无穷 你不存在 也不是无穷 说明什么 说明 这个求导后的极限 它不存在 也不是无穷 就说明 它不满足 我洛毕达法则的条件三 不满足呀 你知道对不对 你连我的条件都不满足 你想啊 你连条件都不满足 你如果不满足条件 是不是说明 这个法则怎么样 这个法则肯定就不能用啊 因为你的法则 都是建立在条件成立的基础 有这个条件 才能去背这个法则 你现在条件不满足 当然不能用这个法则呀 所以这个题 用洛毕达法则 就是错的 你不能用 为什么不能用 你也不满足条件 什么条件 求导后不存在 求导后也不是无穷 大呀 对不对 所以你看 通过这个题就告诉大家 洛毕达法则一定是怎么用啊 洛毕达法则一定是由右边推谁 是不是由右边推左边吧 右边是谁 答右边是求导后的 对不对 右边是求导后的 左边呢 左边是原来的 而不是谁呀 而不是由左边推右边 这样推就大错特错了 对不对 是求导后如何 推原来的如何 不能原来的推求导后的呀 这不是这个题吗 大家看 我这个题原来的极限之极 我原极限这个题是不是等于一 左边是一 但右边呢 右边求导后怎么样 是不是右边求导后是一个不存在的量吗 那不是这个道理吗 对吧 所以你不能说原来是一 你不能说左边是一 不能说右边是一 因为右边是什么 因为右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这不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吗 对不对 好来我们总结一下 所以大家都以洛比达法则 要搞清楚这个逻辑 是求导后推原来的 对不对 那么就有个问题了 有点老师 那为什么我们以前做的题都没有这么计较呢 我们以前拿到题 就是洛比达法则 洛比达法则 而求导做完了呀 大家想啊 洛比达法则能不能用 要看什么 能不能用 是不是要看条件三 要看求导后的极限 到底存在不存在 到底是不是无穷大 对不对 你想哈 法则能不能用 就得看求导后怎么样 那你想 要想看求导后怎么样 你是不是得先求导 你不求导 怎么会出现求导后的呢 对不对 所以于是出现了这样的话题 什么话题呢 对于洛比达 对洛比达法则 洛比达能不能用 能不能用 记住哈 一个题洛比达能不能用 干什么 能不能用 打取决于求导后的极限怎么样 而你要想看求导后的极限怎么样 你必须得先求导 所以洛比达能不能用 一句话 用了再说 能不能用 用了再说 什么叫用了再说 那怎么说呢 那你想哈 如果求导后 就这样说了 看 若求导后 求导后 极限 为A 为一个数 或者 为无穷的 为A或者为无穷 则 洛比达 使用正确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 提炼的 洛比达法则的使用 就这样来 要看求导后 如果求导后 为A 或者为无穷 答 你这个法则的使用 是正确的 使用正确 就按照这句话 写记到笔记上 以后呢 再也不用含糊了 洛比达能不能用 能不能用 用了再说 用了一次 停住笔 说一下 怎么说 求导后为3 答你用的对 求导后为 无穷大 你用的也对 于是 我们看 我们这个题 别说我们这个利益 来再看一次 利益这个题 你想一想 你这个题 到底能不能 洛比达法则 干什么 你是无穷比无穷 那么 无穷比无穷 我不管 我先用一次 洛比达 好 能不能用 用了再说 你发现 求导后怎么样 那这一下 是不是求导后的极限 你发现 我这个求导后的极限 不等于A 不是一个数 也不等于谁 也不等于无穷大 好了 求导后不是A 也不是无穷大 说明什么 说明你用的不对 停住笔 这一步错了 不可以 洛比达法则 听懂了吗 这就是我们将来 用洛比达法则的一个 关键点在这个地方 就这样来用 尤其到了考研中 很多综合题 就考大家 你会不会正确 使用洛比达法则 而不是一味的使用 是这个道理 要用对 这是我们说的 洛比达法则 极其使用 那么再往下 我们对洛比达法则 做出几点说明 大家可以适当地写一些 第一点 使用洛比达法则 一定要注意干什么 一定要注意检查 其条件 比如谁 那比如得是什么极限 比如得是零比零 或者什么呀 或者无穷比无穷 你如果不是零比零 不是无穷比无穷 你就不能用 换句话来说来 你就算是零比零 是无穷比无穷 你都不一定能用 是不是还有一个条件呢 谁 第二个句话 如果求导后的极限 如果求导后的极限 干什么 如果求导后的极限 看 求导后的极限 如果不存在 也不为无穷 打干什么 打 洛比达法则不能用 叫法则失效 令谋他法 法则不能用 干什么呀 找其他的方法 比如刚才的题 找无穷小城有界 对不对 令谋他法 第三个 如果求导后的极限 如果求导后的极限 依然是零比零 或无穷比无穷 大家可以干什么 可以继续尝试着 用洛比达法则 注意哈 叫尝试 而不是一定能用 因为零比零 无穷比无穷 只是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条件 那到底行不行 是不是还得取决于 求导后极限怎么样 对不对 好 最后 那使用洛比达法则的时候呢 大家在使用洛比达法则时 应尽可能的结合 其他的方法 以简化运算 比如什么方法 结合等价代化 结合重要极限 结合音质分解 结合有理化 等等横等变形 把运算量降下来 听到没有呀 好 这是我们说的 洛比达法则 及其他的使用的一些 注意事项 那么下面 我们就通过几个代表题 来帮大家谈一谈 洛比达法则的使用 好 来看这个 例二 例二这个题呢 在书上就是134页 134页的例三 是第一位 然后136页例十 是第二位 所以是咱们书上的例三和例十 两个题 分的一起讲 叫什么 叫零比零行 求零比零行极限 那么零比零行极限 咱们在前文第一章也讲过 是不是叫削零 是不是把零因子削掉呀 对不对 那我们看 除了那个方法 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比如本题 求X趋向于零 是不是X减个谁 是不是减个3X 再除个谁 是不是三次方 哦 我们发现 零比零 零比零 来用一下洛比达法则 能不能用 用了再说 洛比达求达 然后这是谁 一减个cos 再除个谁呀 是不是除个3X 方啊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来等于谁 我们知道 一减cos 和谁等价 一减cos 是不是要等价于那个 二分之一 是不是X的平方吧 它和二分离的平方等价 所以答案等于几 直接就是六分之一呀 是不是存在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地方 用了个等价 我减写了哈 因为一减cos 是等价于 二分之一 X的平方嘛 咱们讲过 对吧 他俩是等价的 所以是六分之一 答案出来了 六分之一 是存在的 好 那么从这个地方出发 大家是不是再多想一想 想到什么呢 是不是能想到一个重要的等价 什么等价呢 哦 你除三次方 等于六分之一 那就相当于什么呢 是不是也就相当于 X 7 下于0 X 减个 3 出个谁 如果给他 除上六分之一的三次方 答等于几了 是不是肯定等于一了 对不对 哎 等于一说什么 等于一 是不是说明咱俩个等价呀 所以 从这个地方 我们额外得到一个重要的收获 得到什么呢 得到 和六分之一的三次方 等价 注意 考研永远不考X 考谁 三个字 叫广义化 什么叫广义化 大家看看 如果这个地方是X 这就是谁 是不是就是3X 是不等价于六分之一 X的三次方 是不道理 比如 我问大家了 X 趋向于零时 2X 减3X 等价于谁 六分之一 2X的三次方 这就是广义 这就是你的X 减个谁 3X 等价于谁 六分之一 2X的三次方 对不对 再比如 大家看 08年 考了个十分的解答题 考大家 求极限 Limit X的趋向于零 3X 减个3X 然后呢 再来个3X 再来个3X 再除上四次方 好 我们屏幕前的同学 立即回答 现在这个题交给你 是不是不到十秒钟 答案做完了 为什么 来找 谁是X 把这一堆读做谁 读做X 是不是 X减谁 是不是 X减3X 这不就是 X减3X 答 X减3X 和谁等价 Limit X的趋向于零 是不是和 六分之一 3X的三次方 再来个谁 还有个3X 再除个谁 再除个四次方 我们又知道 3X天生 是不是又给X等价 答 这就等于几 最终 最终 是不是就是等于六分之一 做完了 十分呀 你看这题 十分的题 两句话写完了 就是被这个等价 对不对 你X减3X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给大家提炼出来的第一个重要等价 以及重要的一个题目 一组题 好了 尤其注意这几个字 叫什么呢 叫广义化处理 要懂这个观点 考研不会考X 考谁 考整体 把X看成一个整体 都可以改 可以是2X 也可以是谁呀 也可以是3X 随便 对不对 随便 好 那么下面来 再往下走 再走走一步 又能导出谁呢 又能导出一个重要等价 叫广义化 怎么广义呢 请大家把X帮我广义成谁 大家把X给我广义成2个3X 就是谁了 是不是2个3X 该减着谁了 下面是怎么办呢 是不是把这个X帮我广义成2个3X 那么第二个是谁 第二个这个呢 是不是应该写个3的多少 是不是2个3X 对不对 可是我们知道 3A2个3X 这是谁呀 我们是不是讲过反函数 原来的函数和反函数 一符合 是不是抵消了 就有谁了 是不是只有X了 这不是减个X了吗 对不对 打等价于谁 是不是要等价于6分之1 改成谁 是不是改成2个3的三次方 但是我们知道 2个3又跟谁等价 是不是又跟X等价 所以又写成谁了 是不是又写成了6分之1 是不是来个X的三次方吧 对不对 这不就是广义化得来吗 你看多简单 你看由第一个又得出一个重要等价 叫2个3X 减X等价于6分之1的三次方 好 说完了 然后来 再解第二题 好 再看看 第二题 叫Limit X 趋向于0 它写的是谁呢 写的是Tineta X 再减掉一个X 再除上一个什么呢 X的平方3X 那么这个极限我们拿到手 也是0比0 那么0比0可以用一下洛比达法则 但是你如果直接用洛比达法则 会出现求导的麻烦 对不对 所以先干什么 先来一次化解 是不是把3X等价掉 那就是谁呀 是不是Tineta X 再减X 再除个谁 是不是X的三次方 好 然后是不是奔成洛比达了 然后呢 根据洛比达法则 我们求一下导数 那就是Limit X 趋向于0 Tineta求导 是不是Signeta的平方分之一 Signeta平方一 平方吧 是在减个一 再除个什么 是不是3X的平方吧 那么再往下 怎么办呢 再往下的话呢 大家还可以继续去求导 对不对呀 那还是0比0 我们再一次求导 多次洛比达法则 那就是Limit 我们假设 再来一次求导 那么就是Limit X 趋向于个0 然后呢 当然这个点 如果不求导也行了 我们书上是求导 我们是不是用等价待换也可以 也可以办得到 好 我们假如再求导 再求导呢 就是二倍的Signeta X Signeta平方X了 再来个谁呢 来个Tineta X 再除个6X 这个家伙 然后呢 这个Tineta X 和X就消掉了 对吧 Signeta 0是多少 那么Signeta 0应该是1 所以等于几 等于三分之一 是不是存在的呀 这属于多次洛比达 对吧 好 这个极限是三分之一 做完了 那么这个极限是三分之一 告诉大家什么事情呢 是不是告诉大家 这样一个规律 叫X 趋向于零时 大家看 是不是说明 就是这个极限 等于几 是不是这个极限 等于三分之一吧 我把它拿掉看 是不是 这个极限等于三分之一 它等于三分之一 是不是相当于 X的趋向于零时 Tineta X 减X 跟谁等价 是不是跟三分之一的 三次方等价 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对吧 你把三分之一给分母 那不就是一了吗 咱俩相处 极限是一 极限是一 就是等价呀 对不对 好 那么又得出一个重要等价 叫X趋向于零 Tineta X 减X 等价于三分之三次方 考研考不考答 答不考 要考谁 要考三个字 广义化 要考广义化 怎么办 来一次广义 这样来想 X趋向于零时 大家帮我把X改成谁呢 改成R Tineta X 那这就是谁了呢 是不是Tineta 来个ArgTineta X 然后呢 是不是在减掉一个 ArgTineta X 告诉我 那么Tineta ArgTineta 这是谁 反函数和自己相符合 就是谁呀 X自己 所以就是谁呀 那不就是 X在减个 ArgTineta 又等价于谁了 是不是最终 还是三分之三次方 相当于把此处的 X广义成 ArgTineta X 于是我们得出 这样四个红颜色的等价 请大家把它记下来 极其有用 再背一遍 ArgTineta ArgTineta X 等价于六分之一的三次方 广义化 得出第二个 ArgTineta X ArgTineta X 减X 依然是六分之一的三次方 第三个 ArgTineta X 减X 等价于三分之一的三次方 那同理 广义化 得出 ArgTineta X 依然是三分之一的三次方 这四个等价 研究生考试 考的是最最多的等价 我们第一章有等价 我们到了这个地方 还有等价 这叫什么呢 这叫一组 X函数等价 是不是都是做X 大家发现没有 这是谁 是不是ArgTineta X 这是谁 是不是ArgTineta X 这是谁 是不是Tineta X 这是谁 X减ArgTineta X 这叫一组 差函数 相减的等价 这样来背 好多题 如果等这个等价 那就特别简单了 比如 写一道题 比如大家看 这个题怎么办 比如我们写一道题 说 你看我们137页 137页 习题3-2 有个第三小题 137页 第三小题 第一位的第三小题 叫Limit X 7下于0 然后呢 来个Tineta X 是不是减X 再除个谁 再除个是不是X 再减掉3X 立即开始背 上面和谁等价 Tineta X 减X 是不是和 三分之一的三次方等价 下面和谁等价 X减31X 是不是和 六分之三次方等价 答 做完了 等于几 一提上来 六乘上来 就是几样 二 你看多简单呀 对不对 所以你越往后走 越发现 到处 其实球极限 很多很多题目 都是考这个地方 这样叫等价 X减数等价 你和我等价 你和我等价 这题不就写什么呢 将来我们到了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正是看辅导书 就会发现 这几个等价 在辅导书中 是到处都会写的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阻题 叫0比0 以及从这个阶出发 帮大家导出四个等价 就会发现 好